去到下一個議程 秘書提醒我所有選票會稍後在監督的情況下消毀 接下來有一個議程 尹兆堅議員寫了一封信給我 因為工作調整想加入我們的事務委員會 但是根據內務守則如果不是因為參加事務委員會申請的期間不在香港或者身體不適 就要交由大家決定的 或者尹兆議員你簡單說一兩句好嗎 我再讓大家決定 簡略的主席我在信中有提及 原本的工作安排我就是沒有處理這個項目的 但是因為大家在座同事應該都知道 我是在早前提出過一個就住台灣殺人命案的刑事司法管轄條例的修訂建議的 及後的事件我相信我不用在這裡無述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現在事件都是在膠著狀態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責任 就是將這個方案提出來給大家討論 事實上在過程中 大主席是建議我要經過這個程序 所以我希望大家支持我加入 謝謝 好的 那有沒有同事反對 沒有 沒有 那我們同意尹兆堅議員加入我們這個事務委員會 歡迎尹議員 接著議程第三項就是19到20年度的會議日期 請大家留意這個附件 我就不逐個日子再讀給大家聽了 一般來說我們都是在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以下 就是2時半開會 另外我們也安排了警務署長在2月份的例會 即2月4日來到本事務委員會 簡介2019年的罪案情況 去到議程的第四項就是下次會議討論的事項 政府建議有三個議題要討論 而這三個議題其實都是在去年7月的例會之上排了 但因為大樓發生了一些事故 所以我們就未能夠討論 那三個議題就是第一是建議定立規任罪及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署的罪行 第二個就是加強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 第三個就是石壁監獄裝置電子所保安系統 這三個就是建議在1月7日那個例會開 我想跟大家說一說其實本事務委員會 也有一個行常議程就是聽取這個截取通訊專員的報告書 那個也是我們有委員提出他是關注的 那我就希望在會後再和政府做一個討論 是不是可以將那個規任罪及這個截取通訊專員的報告 兩件事做一個調整 因為那個專員的報告如果押得太厚的話 其實就沒有了一個時效性 而另外兩個消防署和懲教署那兩個 因為是財務建議 我也不想動它 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會後我就和局方去跟進 好嗎? 不同意嗎? OK 有委員不同意 那陶議員 主席 我相信 在現在香港社會的情況之下 如果 那個社會 是期望我們保安社會委員會 能夠第一個議程去討論 就是有關警察現在的表現 或者你覺得他好 還是他在處理那些市民的遊行示威的時候 或者用的武力 是不是合乎比例 以及甚至就是如果他真的拘捕了人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過分的暴力 我覺得這個 現在當前整個社會 是絕對優先期望我們的討論的 所以我希望如果是的話 我們1月7日 就是我覺得你根本開個特別會議 是不過分的 好 這個是社會的期望 但是就算你真的說要1月7日 我覺得我們第一個議程 甚至可能是 最重要的議程 就是討論這件事情 好 其實呢 陶議員也開了 就是 開始了討論 我們接下來來年的一些工作事項 我亦都會聽完大家的意見之後 按以往的慣例 我和副主席和政府 會有個工作會議 我完了之後 我亦都會向大家報告 我們討論的事項 我相信 我在參選的過程裡面 都聽到有很多同事 是要談警方的一些 處理遊行示威的一些手法 這個我聽到的 我亦都避惜陶議員的意見 另外我看到 梁美芬議員是舉手的 黃碧雲議員也都舉了手 如果同事們有一些 自己關注的議題想談的話 就可以都在這個時間提出 好嗎 我先請梁美芬議員 然後黃碧雲議員 是主席 我也是有興趣在我們那個暴亂 在維持了整半年 在警務人員的人手 那個是否足夠的問題 還有就是在保安的問題上 在一些私營的商場 和公營的機構管理的地方 包括港鐵、機管局 甚至大學 那個保安 是不是有一個分工 就是因為你經常都看到 保安又好像不足夠 又或者不敢去處理的時候 就叫了警察來 那麼警察他人手又足不足夠呢 在什麼情況下 其實就不應該叫警察來 還有究竟在過去半年 是不是已經增併了人手 還是還是捉堪見爪呢 我想市民都關心這個問題 好 就黃碧雲議員 主席 我覺得立法會和政府 都應該是急市民之所急的 市民對於警方使用武力 都是很有意見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優先要處理 警方如何處理 他的所謂止暴制亂的相關措施 包括我們追問了很多次 水炮車、催淚彈、胡椒噴劑 等等的成份 化學成份 和他那些物料的安全數據表 是完全沒有披露的 我覺得是應該要請警方來 和保安局告訴我們 因為這個是警方涉嫌使用化學武器 對付我們市民 也都危害了市民的健康 我覺得這裡已經有清楚的交代 還有我們也都留意到警方 是對於使用實彈 是控制人群的時候 他們改動了他的指引 究竟為什麼會改動 而這個指引是不是合理 我覺得也都應該拿出來談一談 另外也都希望可以安排到 我們去看看新屋嶺那邊的情況 因為大家對新屋嶺都是有很多熱團 曾經民主派的議員寫過信去 曾經民主派的議員寫過信去 但是政府就彈回我們 我希望你作為主席 即代表議員 請政府那邊做一個安排 事實上黃碧雲議員提到催淚煙的問題 以及水炮車的問題 其實公民黨幾位的同事 都有給了一封信我 我亦都會和局長在談議程的時候 一起討論 我見到還有胡志偉議員和歐樂軒員 因為我們的會去到達9 請如果想發言的同事盡快舉手 胡志偉議員 我想兩點 第一個就是1月7日原來的議程 沒有包含到關於大家很關心的警部 或者警隊的問題的時候 我和陶瑩先生一樣 是不同意用原來的設想中的議程 因此就是說 如果是和政府談的時間 基本上的態度就是1月7日 應該要討論警察的問題 如果不是1月7日 或者是之前很短的時間裏面 有一個特別的會議 處理了在第一點 第二個我想 我想請主席你要理解到 其實當前的警隊 為什麼這麼大件事呢 就是警隊的執法 是很依賴他自己本身的公信力 因為他的權力是很大的 但是他的公信力 如果按照已經看到的資料的話 調查裏面有過半數的香港人給他0分 整體評分是2點幾分 而最新的一哥就說 為什麼搞成這樣呢 因為fake news的問題 但在fake news的裏面 他就說 是戰鬥獨立調查 對他是不公道 這是互相矛盾的說法 所以我覺得 警隊要挽回自己的聲譽 或者好像梁允瑩所說 要增加人手 要應付各種困難和需要的話 其實第一個前提就是解決了 他自己本身的公信力問題 如果這部分不解決的話 其實我們所有對於警隊的爭議 其實是無憂無止的 因此我希望 政府當局好 主席你好 都應該要正視 警隊這一種是不獲市民信任的情況之下 如何能夠有效執法的問題 謝謝主席 歐諾堅議員 然後容凱恩議員 主席我只是很簡單說一句 因為我 即使很多正式程序未處理 但是我是做了一個公安條例 私人條例的草案 我不知道主席 究竟在今年的餘下會期 有沒有機會 在武方市民委員會進行討論 我聽完容凱恩議員的建議 我才回應 容凱恩議員 在代議事行那裡 其實都有處理暴亂的措施 但是我看到裡面的信件 都是一些比較舊的信件 即是2016年 但是我聽見議員 即其他委員 都是有一個關注點 近半年這方面的暴亂的情況 如何處理 包括警方武力 什麼時候用哪一隻武力 水炮車 用手槍 或者用催淚煙等等 即是我不知道警方 會不會可以 或者保安局那邊 有沒有機會 真的一月可以處理到這個議題 因為都是一個 比較長時間的一個覆核 因為我們要講這半年的事項 都希望可以排早一點 好 同事們就說了 我想先說 我也聽到幾強烈的同事的意見 想早點談止暴制亂的措施 或者警方的執法程度的問題 會後我和副主席去和局長商量和提出 另外黃碧雲議員說 想去看新屋嶺的問題 我相信如果大家沒有反對 我們一般來說 都在一個會期之內 不是一個立法年度之內 都有兩個考察這些工作 這個新屋嶺如果大家不反對 我們就安排吧 好嗎 如果有其他的意見 就是有第二個想去看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其實歐樂軒議員 剛才提出了他有一個消息 私人條例草案是要做的 事實上我還有收到另外兩位 一位就是梁繼昌議員 和剛才剛加入的尹兆堅議員 他們都有私人條例草案 我也打算讓三位議員 都在我們會議上做一個 我們俗稱叫做過冷河的討論 所以歐樂軒議員請你放心 但因為議程排序的問題 我未必可以很快地做到 但我一定會在這個會期之內 幫你完成這個工作 我也建議三位同事 提私人條例草案 其實他有很多其他的程序要走的 其實除了在本委員會裡面提出討論 其他一些程序可以同步進行 那就不用阻礙你的時間 好嗎 這個也是記錄下了 最後就是 陶謹申議員和毛孟靜議員想發言 我先請毛孟靜議員 簡短 是很簡短的 我聽到你說 聽到有委員很關注警方 怎樣止暴制亂 這樣 我們那個說法不是這樣的 很清楚 還是所謂止暴制亂 這個很重要 第二就是 我理解我們的會期 你這樣又少 又問 又那麼多議題 真的要求你可不可以有特別的會議 是說兩件事 是分別兩個特別會議 第一個就是大家都聽聞 由六月到現在 鋪天蓋地的很多自殺的個案 是惹人而鬥的 可不可以真的有官方的人出來 就 理清一下 那個程序等等 不是說逐個個案 談 但是 可不可以理清一下 這個很重要 大家都有自己的 充滿疑鬥的個案 什麼裸絲等等 這些我真的 我到今天都不能接受 而第二就是 現在剛剛發生的 港珠澳大橋 就被人覺得 變成好像一條送中橋 喂 我出了香港 但是未入澳門 原來在中間 是可以隨便被人拘捕的 這個是不能接受 拘捕了之後 還是 了無信息的 整兩日三日是沒有件事發生 這個是文明社會不能接受的 請你慎重考慮 我要求特別的會議 好 其實如果你準時進來開會 你就會知道 第一 陶謹申議員已經說了 港珠澳橋的問題 第二 我剛才說的止暴制亂的措施 其實我都是引述黃碧雲議員 他是說所謂止暴制亂的 你聽清楚 陶謹申議員 不是主席還有一件事 對不起 一定要說清楚 不是你說我遲到 我是由荔枝角收押所趕回來 好 聽到 好了 陶謹申議員 主席我覺得你不應該是 我們定的議程 是我們的委員會定的議程 就叫政府來出席 就並不是說你跟他討論 好不好談一下警方的處理 那個執法的問題 整個香港 是想著我們保安事務委員會 會談這件事的 你根本要不就是特別會議 要不就是第一個會議 我們定這個議程 是這次就定 就叫他來 就不是你跟他討論一下 好不好他來 或者好不好我們討論他這個議程 好 你的信息清楚了 我也記錄下了 沒有其他的事項呢 我們今天的會議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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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